粉浸十年,迈步向前 十年前,因为约听青年李青的李去 激发起姐姐李妮和有心人邵逸赞成立农业的决心 建父帮助农人和约听人士的责任,推动农建公荣 但是,要走上这一条路就绝对不容易 2008年7月12日,农业正式成立为非牟尼团体 在资源频佛下,只能靠几位有心人的一双手 为农人提供手语服务 逆年3月1日,在大角嘴庙会之中 成功筹得第一笔的经费4,433元 或者,在旁人眼中,这笔的善款好像是微不足道 不过,背后意义重大 因为正正肯定了一帮有心人对农人服务的决心 也因此,令农业发展出有今时今日多元化的服务 2011年,百田中心正式成立 直跟香港,直跟于我们的社区 标志着农业一个新旅程 同时亦都是对农业一种提醒 提醒大家要为农人勇往直前 因为,这里是大家最大的后盾 无论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只要能够为农人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一帮农业的朋友都不怕艰辛 意不容辞,热心去做 由争取车费半价 就业支援 农人有公平报警的权利 电视节目加入首语翻译 安装闪灯警报器等等 农业的朋友都会一一去争取 哪怕是今天未能够成功 但只要坚持,深信,成功在忙 十年来,农业由当初只是提供 义务首语翻译 发展到今天有农人就业服务 为农人家庭提供正面沟通的服务 言语治疗,首语翻译员培训 香港首个网上首语电视台农业电视 提供即时首语翻译的 手机程式首译簿等等 有今天的成绩 一切都是得来不易 更加不是单靠农业就能成事 而是透过每一位同路人无私的付出 所以我们会好好珍惜今天所拥有的 同时也都承诺会更进一步为农人 争取和维护应有的权益 共创一个相见共融的社会 农业精神,积极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